市長張通榮昨天在主持工業區廠商座談會時 傳出發飆講眾話 引起媒體關注報導 不過市長在早上澄清強調 昨天座談會時的談話 是把市府團隊當成自己的家人 像是家長在勸導自己的孩子一樣 對於媒體報導 昨天在主持工業區廠商座談會時 發飆講眾話的情況 市長張通榮早上親自澄清強調 因為他把市政府團隊 當成是一個家庭 所有談話都是咖來書 就像是對自己的孩子講話一樣 因為市民朋友是市政府的老闆 因此勉勵市府團隊加強 縱向和橫向聯繫 務必把事情做好 幫市民朋友解決問題 我提到的是好像咖來書 我們的孩子慢慢讓大家更好 所以我想我沒有任何的惡意 沒有任何說我的市政團隊 已經是一檔糊塗 知道我們團隊很用心你給他看 剛才看我們最近的幾個活動 我們的中年祭活動 我們的這個音樂 沙灘音樂祭活動 我們很多的活動 我們大家都是一起啊 團隊努力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呢 我們希望我是以一個家庭的事大人 大家想想 你怎麼也稍微不對 你要幫他照顧一下 這樣我想這個問題 絕對不能把他所謂政治化 甚至於 不是因為我要話講重一點 所以對我們這個所有的工作才有更好的成效 我是話講重是不是自責啊 希望大家同仁 大家打招啦 不是去指責啦 也沒有說我們要怎麼處啊 絕對不會 我希望我們市政團隊這麼用心啦 你看我們光這個 這個月份七月份 我們做了多少的 我們這個重大的我們的這個市政的推動跟活動 所以我想同仁都很辛苦 所以每次這個每天 每個每個禮拜的思惠報 我都會謝謝我們的同仁大家辛勞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辛勞 辛勞要有它的代價 辛勞要有我們大家這個看得到 我想這部分 我們不知道什麼辛苦 我們要打招 因為我們是領身水的 我們是隨便把我們這個挑水 給我們這個做工作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至於市議會方面談到市長辭職的問題時 市長表示他是民選出來的 怎麼可以說辭職就辭職呢 他會更積極更努力帶領市政府團隊 繼續打拼市政建設 我是明顯的啦 你不能說用辭職兩個字就可以 只是說議會議員先進 對我們市政的這種有一點這個 加盈給我們的這個指點 也給我們指導啦 實際上是叫指導啦 議會是監督單位 但是我們這個議會說要我辭職 所以我跟同仁講 你不能這個大家喔 在某些小細節上面要好好做 造成了議會呢 對我們的這個市政推動 有點這個不利的地方 我們都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啦 假的沒有的話 萬一他們要我辭職 那各位同仁不是對市長好像 憲市長也不異啦 所以我想這部分是希望我們同仁 大家打拼 那你 大家選給你 那你本來要很打拼 怎麼知道你要試試就好了 這不是鴕鴨 縮頭的烏龜又怎麼知道呢 所以更積極更努力 我只要講的這些議器呢 希望我們同仁 大家不能氣壘 不能灰心大家一起齁 積極來努力啦 比較不會讓人感覺齁 我們的這個工作的成效不好 還要跟你試試啦 還要這麼麻煩嗎 每天跟你試試 你就很辛苦 一直都很辛苦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不是說這兩個字提出來 是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警惕 一起來努力 這沒有說 你試試 你不看說你 你就是逃避現實嘛 不要去這人就是 不夠這個這個擔當嘛 所以我們是有擔當的 這個市政團隊 所以我要更積極更用心才對 謝謝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